國心理學會 台灣意識公會聯合會 台灣諮商心理學會 以及包括台灣精神醫學會 全部都提出了非常嚴格嚴謹的立場聲明 證實同性戀雙性戀 就是人類的多元性傾向當中 非常正常而自然的一種 儘管是少數 但是同性戀跟雙性戀的本質上 並不是任何的危害 如果一個族群不斷地被社會這樣子貶低 用民視暗示的方式貶低 怎麼可能不會有心理上的壓力呢 如果是異性戀者 我們要一直要照他改變性傾向 他內心有可能會快樂嗎 而許多反對同性婚姻的人 儘管包裝的言辭再美麗 其實背後的價值觀都是 同性戀是次等人 其實不過是要講這件事情而已 大家都很了解 在我們隔壁有一個國家 中國共產黨 他不斷地在國際社會上打壓我們 不希望台灣得到任何的名分 希望台灣永遠是一個非正式的國家 出現在國際場合 如果今天台灣可以在民法當中 修改對於同性婚姻的歧視 成為亞洲第一 全世界都會相信 台灣跟中國是完全不一樣的 雖然這條路非常非常的艱難 台灣要成為一個公益的島嶼 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但是我們一點一滴的會繼續努力下去 我很多的基督徒包括牧師 在這裡向同志 還有他的家長 包括剛剛那位楊醫師 先鄭重的向你們道歉 長久以來 你們遭受歧視受苦的時候 我們揭默 我們沒有發聲音 現在 你們站出來爭取 自己權利的時候 反而是我們基督徒站在第一線 阻撓抗議 我深深地向你們致歉 如果你從聖經讀出來 上帝 是不喜悅同志結合的 我們就把這樣的概念留在教會裡面 教導我們的信仰群體 這是我們的宗教自由 可是如果要把它放到社會議題上面去的話 請我們停止這樣做 不要躲在 辦女法後面 我們誠實地面對自己 我相信我不會看到三百個法師 三百個得道高僧 跑出來立法院抗議說 不可以殺生 不可以吃肉 全國都要吃素 要立這個法 我也相信我不會看到伊斯蘭的教師 跑到立法院來說 不可以吃豬肉 豬肉是骯髒的 我也不會看到印度教的 信徒 跑來立法院 堅持 不可以吃牛肉 因為牛是聖的 自己是認為 法律必須要 第一個 你必須要保障少數人的基本權利 不被民主的正當程序多數決犧牲 我本來也是以為 台灣人應該是地球表面 最有潛力理解這件事情的國家 因為國際上 多數的不承認台灣的存在 可是我們明明就活著啊 我明明就有土地人民等等 但是因為多數不肯認你的存在 讓你經常會在貴中煎熬 所以 憲法的這個最基本的 其實就是保障少數人 因為我們民主正當程序 經常都會用多數決 那少數決的話 少數人只能靠憲法 憲法追求自由平等 所以民法制度如果目前存在有結婚制度 就沒有任何的理由 說這個同性婚姻 同性不得這個適用 就是雖然法律難以改變 人們的偏見 但法律不可以為偏見服務 更不可以使人們的偏見或習慣 因法律而直接或間接的產生力量 這是我們對於法律的期待 我很遺憾 今天的公聽會 從早上聽到現在 大部分的反方 還是用一個 我完全聽不懂的言論在說話 都在亂扯 還說要教育小朋友 請問一下 這些資訊都錯了 是怎麼樣教育小朋友 什麼叫做不同事物 做不同的處理 我們在講的是人 如果說今天這一群人 只是因為是少數的話 我們就把它納為特別處理 我們是把它當成次等人類嗎 當所有的言論是錯誤的 而且是不實的 在學校 在家長會 在老師 在課堂上面散播的時候 我們不去糾正 我們還幫忙散播 這樣是對的嗎 今天做一個立法委員的職責 就在這裡 如果今天 以後你的小孩 有一個選擇 他跟別人說 爸爸媽媽 為什麼 同性 可以結婚 你可以有勇氣的跟他說 愛是平等的 愛沒有標籤 而且 如果你深愛的人 剛好是同性 法律 也給你 相同的保障 謝謝